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三 北水出出入入 暫時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最主要這些都是來炒的 炒的時之中就出現一個問題 跟一貼跟不貼這個問題 好了 再提示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行業 今天這個行業影片來說 多了這幾個 我們今天多了一個表給大家看看 今天排第一個行業 昨天它是排33的 今天排第二個行業 昨天也是排第二 即是中標珠寶和媒體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股票 所以這個意義不大 半導體就不同了 半導體是很多大量的股票 今天它排第三 昨天它排第26 科學製品也是 昨天排第25 今天排第4 至於其他 這個只有兩隻 排第19 今天排第5 這個沒有意義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 再跟著找其他股票的話 可以考慮起半導體 和白製品那裡 看看有什麼股票 可以大家值得留意一下 好 好了 我們看看 我昨天也說了 很多時候 當他們一炒 炒到營賦基金 什麼的東西出來 他們有時候想要出貨 今天我們看到 營賦基金沒有了 轉了綠色 不過 昨天營賦基金 是升了 好像是近1% 今天 就只是跌了0.78% 即是說 買入 是應該比較賣出 是值了目前為止 是 就是多一點點 官導體方面 為什麼它做得特別好呢 最主要是小米集團 這個就很簡單了 為什麼小米集團做得好呢 因為 就是今天的主動基金 主動的資金 買入是比較多的 好了 那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第一次可以留意的 就是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可以留意的 就是很簡單 因為它基本上 已經 不行 要說回恆生指數先 恆生指數方面 你看到它是把橫行 暫時應該在這裡 正在做一個支持 不過 昨天也一樣說過 在這裡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看回 在這裡 要升穿這個位 這個位的水平呢 就是在165 這裡最高位 165 這個最高位 1645 和165差不多 這裡這個位 收視 在165 那這裡呢 不需要說了 但是就在中間裡 所以 如果 明天 或者是後天 的市 能夠收起這個165 上面的話呢 那就會比較出面 好些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這個是 國泰 國泰 啦